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几乎同步在做表现 我们看到就日K线的一个表现上面来说 昨天一根中长K 今天开盘就跳空开高上去 盘中的高点也越过昨天高点 收了一根纯阳线中长红 基本上技术面当然 这就是一个在短时间之内两天的漂亮换手 换手也成功了 接着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外资的部分 因为最近其实外资好像不是那么心甘情愿进来做多 台股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外资却频频搅局 首先我们看到在整个大盘的部分 外资近期是卖多于买 而且在昨天以前已经是连续五天都是站在卖方 同时昨天的卖超也跨大到了蛮吓人的302亿 所以这种种的迹象当然会更进一步加深市场的疑虑 担心说外资是不是不认同创历史新高台股又要交底抹油了 毕竟好不容易外资在6月7月才刚开始回头买超台股 怎么才8月份外资就大卖台股 那我想其实最近的外资的确是不容易真正去掌握住他们在想什么跟做什么 因为外资也不是一个人嘛 外资是代表整个外国的资金 那进一步来说 其实外国的资金进来之前 他是透过券商就所谓的写报告的 然后接客户下单经济业务的券商 那我们一般呢 业内的说法叫做 这个叫做sell side 那真正掌管资金下单在买卖股票的是 所谓的buy side 就是说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基金业者 那buy side跟sell side呢 其实分工是很明确的 那我们一般会听到的 对行情大盘个股的看法 多半是来自于券商 外资券商 也就是sell side的看法 包含像美龄证券 大摩证券 高盛证券 李洋证券 这些就是所谓的sell side 那真正呢 其实在管钱的 真正在操盘的 其实比较低调的 那所谓的buy side 那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只看几天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你要完完全全去掌握住 外资的动向 跟厘清它的想法跟操作的目的 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外资它是在全球布局 它不是只看台湾一个市场 那同时它在看台湾市场的时候呢 它也不是呢 只看股市 它也考虑汇率的因素 它也考虑呢 各股的成长性 它也呢 评估各股的殖利率 各股的本益比 各方面的条件 外资是综合考量的 所以它呢 忽买忽卖 其实你很难掌握 因为背后它还有期货选择权 ETF等等的操作 所以说你如果要问我说 为什么昨天外资要大卖300多亿 我真的也无法回答你为什么 因为我不代表外资 那外资也不是一个人 这是最后呢整体外资 买卖之后形成的结果 昨天也有外资是买 可是有更多的外资在卖 它就变成了卖超302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 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重点就是 第一个你看昨天外资大卖 那我们以事后结果论来看 今天台股 连昨天低点都没破 高点还突破 那昨天卖的是不是全部卖错 就指数的观点来讲 昨天卖股票的外资 今天通通追不回来了 全部都卖错 那第二个呢 时间拉长 用波段的角度来看 从8523连 一直涨到至少11000 这一段 这一段 从8523到11000的这一段 这完全是靠内资 因为各位看到底下 外资都是站在卖方的 连续卖 3月4月5月都是站在卖方 6月之后 11000以后 外资才有开始进场 所以我们本来呢 行情能够走到这个地方 绝大部分的力量 是靠内资的资金 而不是外资 这个是台股跟过去历史上 几次的高点 蛮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呢 近年来的高点 几乎都是外资追买 大买之下 所创造出来的 可是今年的行情呢 是内资主导 所以回归到目前的盘面的变化 跟操作的想法上 我认为呢 第一个外资卖没关系 不用怕 只要呢 本土的资金还在场内 基本上呢 这个行情 它就是轮动格局 那第二个呢 指数如果呢 休息整理 也不要怕 那我提过 当台积电呢 跌破了424.5元之后 基本上呢 台积电已经是转为 中期整理的格局了 所以指数不太可能 在短时间之内 再出现大涨的走势 但是这对盘面来说 反而呢 是有利于操作的 会把位置空间清出来 让给中小型个股 所以你看到今天 整个中小型个股 表现呢 也持续的像昨天这样子 比较活泼一点 那大致上呢 本周来看 中小型个股 如果去对照上个礼拜 整个表现呢 都有开始恢复活力了 那你只要呢 抓紧趋势跟着政策 基本上呢 中小型个焦点就在这里 那我们提到呢 进入到8月份 业绩财报 绝对是一个选股的重点 包含7月份的营收 跟第二季的财报 陆续到公布 那先看一下 今天最后一天分盘 处置交易的耀月 3540耀月 今天又拉上了涨停板 那我们呢 跟各位提到 明天礼拜三 就正式要出关了 那今天是解禁 今天是观景币的最后一天 所以股价呢 从早上呢 就开始陆续涌入了买盘 那一路一路的呢 阶梯式的推升 来到了71.3元 涨停板 而且再创新高 那这个已经是 波段进场以来的 第六根涨停了 耀月的股价真的很猛 各位回头一看 7月15号的时候 第一根涨停出现 那当时其实呢 它也已经呢 累积了一波涨幅 从20几块钱涨上来 那为什么涨到呢 今天还能够来到71.3元的涨停板 就从当时7月15号 这第一根涨停 到今天这六根涨停板 那我想其中有一个关键 就是呢 业绩数据不断的呢 给市场惊喜 所以呢 法人把获利上修 本益比提高之后 那自然呢 就会形成了一窝蜂的买盘涌进 那中间又碰到呢 最近这10天的分盘组织交易 基本上对于大户跟法人的资金来说 在这个阶段 其实是很难操作 不容易去满满足真正的买盘的需求 那我把它进一步解释清楚 就是说我们提到呢 耀月因为之前股价的波动 所以呢被要求公告 五月的字节获利 单月EPS达到0.86元 那六月份营收比五月份又成长 而且创下连续第二个月历史新高 那估计呢 六月份的单月EPS 就可能来到一块钱上下 那照这个态势 因为下半年就第三季只有更旺了 所以其实第三季就有机会 单季是突破三块钱 那配合再到第四季 所以我想呢其实今年法人预估 耀月的EPS可能是7到9块钱之间 这个我强调很多次了 那这个数据是不是合理呢 各位从我刚刚所提供的 获利的数据单月EPS 你稍微计算推敲一下你就知道 这个数据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随便喊喊的 那7到9块钱股价呢 四字头要不要涨 当然要涨啊 我们不要说9块你除以中间8块钱 四字头那本益比才多少 6倍都不到耶 对不对 7月15号这里 如果赚8块钱本益比是不是 大概只有6倍而已啊 那当然涨嘛 那涨到5字头还要不要继续涨 也还是要涨啊 因为本益比也才7倍 涨到6字头股价要不要再涨 还是涨啊 涨到今天71.3 你除以8块钱本益比9倍 这就是我这几天一直跟各位讲的 一个高成长的公司 本益比怎么会低于10倍呢 就当然就不合理 所以股价为什么涨涨涨涨不停 它是有背后的逻辑的 通常一个波段大涨的股票 最强的威力就是呢 EPS上修 而且呢 法人所给予的本益比也上修 因为目标价是不是就等于 EPS乘以本益比吧 那成长股当然可以给予更高的本益比 所以像药润就是因为产生这种 平价上修re rating的行情 那因为分盘处置 所以大户跟法人没办法买 没办法买 但是呢 我不晓得是不是看节目的很多 还是呢 市场上就是这么多人都在关心药润 结果呢 今天反而拉到了涨停板 那这个你反而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说了 大户跟法人其实不太会在分盘处置的阶段 去大举的操作 因为也不容易 再加上基本上如果以投信来说 是根本不太可能 是被限制的 所以今天这种买盘很有可能 隔日充的阻力 以及呢市场的散户 因为就赌明天要解禁放出来 所以今天就大家呢 一窝蜂往上去做追价 那越买不到就越想追 所以呢看得出盘中呢 不断的往上去做追价 最后呢变成涨停板 那明天一放出来之后呢 量变大 要知道量大的前提就是呢 你比较容易买 但是同样的也很容易买 那如果法人跟大户 还没有买到足够的部位 今天已经先被短线客跟散户追到涨停板 你认为明天大户会怎么做 继续拉上去 继续拼命买 然后让散户都赚钱吧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偏低的 反而比较有可能出现呢 震荡往下压 所以我必须要先提醒大家 中长线当然 这些都只是一个股价波动的过程 不影响它的re rating 不影响它EPS上修 本益比上修 这不影响 但是短线上面股价冲高 在分盘的阶段 这不是一个太理想的结果 所以明天請各位一定要小心 在操作部分要注意风险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季财报 有些公司已经公告出来 首先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8499顶旋 那蓝色这一条是顶旋的 足迹的毛利率 黄色这一条呢 是它的营业利益率 好那我们看到呢 基本上呢 从2018 2019 到今年第一季 好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顶旋的营业利益率跟毛利率 这两个大财务的比率 获利的比率 都是呈现呢 往上的趋势 而且它不是只有 一季两季往上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已经是 足足有超过两年的时间 都是往上的 所以这绝对叫做成长的趋势 那进一步呢 用数字来看一下 今年第二季的营收 比第一季成长了73.64%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成长了32.46% 这个数字当然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看到呢 跟获利相关的指标部分 毛利率是高达55.93 各位可以对照 下面这个是第一季的数据 那第二季呢 又跳上来了 那营业利益呢 更跳增了大概13个百分点 来到40.64% 那淨利率高达30% 你要知道在电子股当中 淨利率超过三成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让人敬佩 那第一季EPS1.74% 第二季呢 翻倍了 来到3.61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股盈余呢 创下了新高 那从种种的面向来看 过去的这两年 再到过去的这一季 其实顶旋呢 证明了它是一家 持续高成长的好公司 可惜呢 市场上注意它的人 并不多 那好公司 其实呢 容易被埋没 但是呢 当这么漂亮的数据 出来之后 当它的大客户的订单 拉户需求 越来越强之后 我相信股价呢 再低调 也恐怕呢 掩不住它的光芒了 那今天股价呢 先反映财报的利多 早盘呢 开高冲上去 来到139 中间经历 经历过除息5元 那已经呢 完全填息 而且创新高 那如果再把席值加回去 甚至已经来到了 144元附近了 那最近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筹码面也是偏多的 那过去历史上它的最高点 是在大约162元 2017年年底的时候 那当年度大概只赚7块钱 隔年度呢 也赚7块多不到8块钱 所以2017到2018年呢 大概顶炫的获利 差不多就介于7到8元之间 股价曾经来到162元 那今年呢 光上半年就已经赚了5块多了 全年度呢 应该有机会达到11到12元 获利呢 创历史新高 那股价目前在大概130几元 我认为呢 应该还有呢 可以期待的补涨空间 那最重要的 补涨不是只是因为 股价涨幅落后或者低位阶 是你必须要有高成长 趋势向上的成绩单 来印证实力 那我认为这是一家呢 值得追踪留意的 好公司基优股 我们先休息一下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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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下半年如何选股呢 就是抓紧趋势跟着政策 讲到政策呢 我想其实台湾在2025年之前 要实现非核家园的目标 那其实过去呢 关于国内的能源政策 发电的政策 太多的时候的讨论 不是基于客观跟专利的立场 而是泛政治化 所以大家会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在里面 那我们做股票 撩财经 我们把这些放到旁边去 我们来讲一个事实 事实就是呢 台积电已经呢 定下了内部 将来用所谓的 再生能源发电的标准 在2030年之前 制造部门 它希望能够至少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非制造的部门 一般的部门 是完全百分之百 来自于再生能源 同时呢在上个月跟 握序能源 签下了20年的风力发电合约 所以台湾有没有本钱来发展风力发电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台湾走风力发电是不是来真的 当然也是肯定的 如果你不相信政客 你起码要看看台积电在做什么 那所以整个风力发电 从台湾再往国外来看 因为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呢能源的政策 也一定会是执政在野的讨论的焦点 其中呢候选人拜登 主要的政见就是放在绿能减碳 所以最近呢国际市场上 相关的绿能概念股 像风电像太阳能 其实都非常的强 那魏杨老师也跟各位 聊这个趋势这个主轴 大概也聊了一个月了 那其中呢我们很早领先市场布局了 1589永贯 那最近当然呢陆续 有一些投资朋友在问说 还能不能买 我认为趋势绝对是往上 风电不会在这里就结束 技术面也是多方格局 基本面呢订单业绩还在往上 基本上就是会往上 那所以你问我还能不能买呢 回到我常用来形容台积电的一句话 就是成长的公司好公司 你顶多只是买贵不会买错 所以这里能不能买 我觉得是回归到 短线当然已经累计涨幅 你有可能进场 现在买会套牢 但是如果中长线来看 我认为股价还没有到真正的满足点 那如果你不是家族朋友 我也只能给你这样的中心建议跟提醒 因为每一个人的资金分配不同 每一个人对于风险的忍受度不同 我没办法直接告诉你 现在这个价钱就是4块就是5块 能买不能买 这不是二分法的答案 但是我认为趋势是往上的 那走走停停 創98.9元新高之后 这几天都在休息整理 那你可以看到投信的持股 也完全没有松动的迹象 那其实先前 这个某一个营建大集团 持有了永贯能源8000张持股 那陆续的卖出 陆续的处分 那这个部分当然压抑了股价 不过随着这个额外的筹码变数 厘清之后 我认为永贯呢 整理后渴望再工 那因为我们成本低 所以这边走走停停 也希望呢 就是大家稍微多一点耐心 好3374精彩 那前一波大涨 我们先获利出清入带 那卖掉之后呢 股价呢 又喷了一小波 我们没有再去做追回 反而是耐心的等待它压回 回撤支撑不破 再度买进 然后呢 上个礼拜 又随着台积电呢 又转强一次喷出 那报大量 量过前高 但是价没过高 基本上呢 这隐含着 这里的套楼压力 还需要 再以时间来化解 所以呢 我们逢高又减买一次 那拉回之后 又再买回 所以精彩呢 大致上 过去一个多月 大致上就是一个箱形区间 所以接近箱形上缘 站在卖方 接近箱形的下源 站在买方 我们以来回的方式来做操作 那最主要是因为 精彩它有 不错的未来性可以期待 有富爸爸台积电 有营收的成长 有油亏转盈的财报力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EPS 对照目前120几 130的股价 本益比其实还是偏高 所以呢 在操作上面就必须呢 多一些灵活 避免过度追高 那除非呢 它接下来7月的营收 能够符合市场预期 甚至优余预期 它接下来 第二季的财报 能够让市场惊艳 它的获利数据 一定要跟上来 那这个股价 它才会呢 再往下一个阶段来走 所以基本上呢 精彩简单来说 我是看长做短的策略 我对它长线的目标价 其实蛮乐观的 不只是你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些价钱 那个数字 可能会蛮惊人的 但我认为要到 那个目标价 它应该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而那每一个阶段的过程 最终呢 是看它的EPS 有没有上来 去撑住那个阶段的股价 这是我的逻辑 那再来6278台表科 股价呢 经历了大涨急跌 那又开始呢 打出一个小底之后 那似乎有点呢 准备突破呢 近期这个短底的颈线 那6278台表科 是miniLED的首选 那我仍然认为 在今年族群轮动的前提之下 miniLED其实呢 会越接近年底 就越热越红 那当大家一关注miniLED的时候 其实对于法人来说 能买的标的不是那么多 买想象买转机 大概就是买经电 因为它的市值比较够 流动性成交量大 那如果你要买业绩 买成长 看得到的数据 买本益比低 那其实就是6278台表科 那至于说其他LED股 大部分都是沾光沾边 没有太多实质的基本面 甚至有些其实跟miniLED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只是因为它也是LED公司 但是都是亏损的 那那种股票操作就要小心 那至于说我们买这种 是开大门走大路的 这个属于有业绩的正统军 其实不用怕 或许整理的时间 稍微拉长了一些 但是方向不变 目标不变 3406玉金光 中间大涨过一段之后 最近做中段的整理拉回 那市场上 多空消息都比较多 最近好几家外资都上调目标价 不过因为先前 为什么出现这三连黑 最主要也是天风证卷的 看坏打压 那我想这个利空告一个段落之后 接下来就准备来见真章了 因为第三季预估会开始正式进入到旺季 那玉金光我们认为仍然是平概股里面 相当值得留意一档 那最后一档传产股 那1515立山 好久没有把它买回来了 那技术面外资投信联买之后 正式突破了这个近期的新高 突破了盘整区的上缘 那接下来呢 财报以及第三季的旺季效益也值得期待 操作任何问题 欢迎跟上魏杨老师的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明天见